各位跟著堂的朋友們 我這個單元我就開始聊一些關於戲劇 尤其是偶戲 偶戲的單元 所以我先掛了這個東西 這東西你一看就知道 這是大概在貴州雲南這一代 尤其是貴州這一代的一種原始的戲 叫做挪戲 挪就是一個單人旁旁邊一個困難的男 那是念挪 是戴面具的一種戲 那它跟那個四位素餐的詩是有關係的 這個我們在那個那個戲偶的時候 我們在談 我們今天談一個很有趣的戲種 這個戲種是全世界大概都有 尤其在歐洲北歐那邊 那個北歐南歐東歐都有 都很流行到現在還很流行 那這個東西在在中國呢 很有趣哦 這個戲 這個戲 大家一看就知道 這個東西有很多種名字 在中國 中國大陸它有的人叫做懸絲木偶 有的人叫做千絲木偶 那我們在台灣 我們通常不會叫這個叫懸絲木偶 我們通常叫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傀儡系 就是這個那個偶人 這個人偶是我的動物了 那個偶本身是一個我們叫傀儡 那像這個圖你就可以看起來 我的習慣 我習慣就把這個 這個偶的基本上它控制手腳頭 這個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控制的方式 而它後面那個表演的人通常都是穿著黑色衣服 它在不起眼的位置 然後它在那邊做 做這個懸絲 或者叫牽絲木 來控制它的手腳 這個東西在台灣我們叫做傀儡系 傀儡 今天我們來講一下這個傀儡系的這個名字的這個來源 傀儡系應該是不是發源於中國 為什麼 我們在歷代的那個文獻上我們都可以發現到 在那個明清甚至在宋 那最早據說在漢朝就有 劉邦建立了西漢之後 那個一開始他浩大喜功 他就去攻打那個匈奴 結果被人家圍困 圍困之後 那個那個蕭和就給他一個建議 就是說 就用了這個懸絲木偶 在城上 第一個他就用了很多的那個監營財寶 名貴的東西去賄賂那個 匈奴的那個 皇后叫做燕姿 有的叫燕祺 就跟他講說 這個漢朝 有的是美女 比你美的都很多 你如果讓這個匈奴 讓這個矛盾殘餘 去把這個漢朝滅掉的話 他引進的那些美女會把你擠下台 他一聽到 這個燕祺一聽到以後 也有道理喔 再來就是收了那個收賄嘛 金銀財寶還有這些珍祺 這個寶物 那之後呢 他為了要取信於這個燕祺 他就講 他就說 你不像你看那個城上 他就在 在黃昏的時候 人家就從城上懸絲下來 幾個這種美女 在那唱歌跳舞啊 很遠 因為他當時沒有望遠鏡嘛 他從遠處一看 真的都是翩翩起舞 惡努多隻 結果他講說 他就趕快就跟他那個 跟他先生就是那個 殘餘啊 就跟他那個 匈奴的殘餘講說 趕快撤兵吧 人家這個有詭計的 結果殘餘就撤兵了 這是內政壓倒外交 壓倒軍事 那我現在講這個傀儡 傀儡這兩個字 是製造出來的 就是他本來就是 因為他這個 他這個形狀 活靈活現嘛 那古代的人 中國古代的古文上面 出現傀儡 他有時候不是用這兩個字 他用什麼 用這兩個字 用三個字 加粒子 各位如果用台語 就用閩南語來念這個 加粒子 你就會直接會念成什麼 嘎勒啊 嘎勒啊 就是現在我們講的 嘎勒昂啊 嘎勒 就是這個傀儡 傀儡兩個字 如果用音讀訓讀 都不可能都不會發出 嘎的音 嘎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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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發這個音 為什麼寫這樣子 可是他念出 嘎勒啊 嘎勒 傀儡是嘔 嘎勒 因為古代的文獻上 都出現的是這樣子的 加粒子 而且這個是從國外引進的 像比如說泉州 有很多外國人 他們就 就玩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嘎勒 嘎勒 就是傀儡 嘎勒 是從國外引進的 不是中國的 再來我們再看這個 因為 河洛 近古音嘛 河洛偉就是 閩南語 他是接近 古代中原那個 河洛 就是黃河跟洛水 這邊那個 中原文化 所以他這個 我們講的傀儡 嘎勒 加粒子 可能古代就是發這個一 基本上 應該錯不了 所以我就 我們從這裡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 這文化一直都是在 互相交流溝通的 他通過什麼呢 通過商貌 宗教 是其大宗 所以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各位今天就跟各位分享這個 這個傀儡系 這個傀儡 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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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傀儡子 謝謝